这个月月初啊,腾讯先是发布了2021年年度报告,也是最新的财务数据,营收与利润增速继续是近十年来增速最低,大家发现啊,马化腾都给自己降薪了,降了25%左右,小马哥降到了总薪酬4400万,刘志平降到了3.2个亿,股价依旧是只有历史最高点的一半左右,腾讯也一直在回购啊,我们看过去十几年,腾讯都是在高位的时候进行海量的外部投资,低位的时候则使劲回购, 历史上他们的七次密集回购啊,都是在低点买入,以及讲降本增效优化团队,我估计2021年下半年啊,各大互联网公司依旧充斥着真假难辨的财源消息,很多人对互联网都没信心了,那么再做一期解读腾讯的视频,这次是超级干活啊,这次看他们这个新报告啊,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腾讯游戏业务营收,比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还要低了,那腾讯不再是一家游戏公司了吗,为什么我觉得腾讯游戏与广告业务有很大问题,与此 同时,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又都在做哪些变革呢,大号尔扎大主,我们都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今年的各行各业环境一直都在巨变,那接下来新定期中哪些概念会走弱,哪些方向又会有新机会,我们这个系列借分析腾讯的种种视频来讲一讲吧,为什么以腾讯为载体去说呢,因为腾讯什么都干,我们看上方的腾讯的六大事业群,以及相关的产品,这样他们投资的公司,基本是和各行各业信息相关了,我们这期先着重分析啊,他们的游戏和广告业务,坚持看完, 你一定会收获满满,首先就是IEG事业群,是腾讯的游戏动漫文学,这个月游戏圈又过年了,游戏公伟终于新发了一批游戏版号,很多人就开始分析啊,市场上有这么一种声音,之所以放开版号是因为目前单靠信贷支持实体,不足以快速的让我们的环境恢复,而咱们国内的年度增长目标是5.5%,所以能开达的地方都要开一下,但是等今年熬过去,我们对游戏支持又会越来越低的, 大家又要进入长期没星座的时期了,其实呢,这个说法不对啊,接下来版号发放的节奏反而会越来越正常,审批标准也会越来越科学,我这个结论错不了的,行业还是会越来越好的,但这不等于腾讯还可以取得巨大且持续的成功,这波发的最新一批版号里面也没腾讯,去年中旬腾讯一口气发布了41款产品,大家知道是哪些吗?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没有特别能打的作品,哪怕是被寄予希望的英雄联盟手游,去年该给的 资源全怼上去了,那上个月国内手游排放榜,落入手游连三国之战略版都没比过,大家要知道啊,上市公司让市场相信你第一的宝座不可撼动,有时比营收利润的增速更重要,企鹅这两年越来越难让人们相信他们在游戏领域是绝对碾压般的存在了,腾讯游戏如日中天是18年,虽然那年股价不立强,但和平精英续写了王者荣耀的神话,当时腾讯也是所有游戏公司中唯一研发发行渠道投资, 全能做且后三者最强的公司,过去任何新的爆款内幕,虽然不是第一个做出来,但难求一败,但是我们发现近三年游戏市场,多数新品类的强劲增长啊,基本都跟腾讯没什么关系,米哈游叠纸,鹰角会的很多东西,腾讯学不会了,也借鉴不动了,连投资都投不进去,很多人说米哈游只是新秀啊,别说跟腾讯比了,连腾讯下面一个工作室群都能彻底碾压他,如果只看未来三年啊,这个说法我不反对,但是经常看我的观众也知道啊,我看东西还是比较 长期的,你创业也好,找工作也好,看两年,看五年和看十年,肯定是截然不同的结论,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原神的出现对腾讯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线,首先啊,在原神之前,王总荣耀连续三年多在全球就没丢过月收入榜首的位置,后来原神单月曾有超过王总荣耀的成绩,原神之前啊, 营养师都是说,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流水曾超过王总荣耀,那很快,原神又被商务部列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真的也说明一下利益关系啊,虽然我总发一些跟米胡佑有关的视频,但迄今为止,我确实是没收过米胡佑半毛钱,相反资格满命的角色倒一个个没少整,我还真挺希望鹅场的王者怪略世界和完美的换塔别轻易放弃,给原神点压力,把米胡佑逼一逼,让我少来点到底,多来点奇迹,二年一季度,王者收入是46亿, 原神是35亿,但这也是建立在一季度王者荣耀疯狂出皮肤的前提上的,出皮肤出的恨不得让人以为他们都要跑路了,另外去年年末啊,原神日活是刚到一千万,和同期王者日活一亿多,差了十多倍,想想这潜力,原神不少潜在用户,还被旧手机就能卡着呢,而荣耀现在国内总用户是奔着七亿走了,总不能再涨十倍,那毕竟不能地球人走玩是吧,当然也有人说,万一米哈游也很快开始吃老板了呢,市场上有一种说法,就是米哈游 还没能在持续出现现象及作品的能力上证明自己,那我们看啊,同样是给星座预热,米湖又尚未发布的熊熊铁道,仅在B站上上传了一个游戏PV,四个月不到便在B站拿下110万粉丝,而当初所有媒体都在讨论的王者荣耀事件,同样是发布了一个PV,在B站今天吸引的粉丝也仅四万,没准一些还是看热闹的,那出现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讲的深一些,我们想想,我们过去对腾讯游戏的印象是什么? 腾讯在游戏的纯制作能力上,肯定算不上世界第一梯队的,但在流量应用和大文艺IP生态上,那护城河是非常深的,只要在文学动漫上烧足够的钱,就可以持续把控IP生态的最上用,好像把控住了小说动漫,就跟把控住了颜菜料一样,也有游族,蓝港,完美等一大堆公司,讲影游互动的故事,这个思想在游戏界始于陈天桥,是他提出了做中国网络迪士尼的口号,后来腾讯延续了这个思想,一直都靠着巨大 在决心与意志整合着上游IP,我觉得过去五年,干大文鱼的人都挺迷茫,然而TMT的分析师们,对这种故事却深信不疑,万万没想到啊,这两年原神给出了这种成绩,通过复盘原神很多人发现,这个游戏压根就没有小说改漫画,漫改剧,影游联动之类的冗长过程,仅上前一年时间,他的IP就无比强大, 很多写研报的分析师也看明白了,合着AC这人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谁绝对是谁上游一说,二种法环有靠什么动漫影视吗,地平线有吗,回去看腾讯的这些新品,这些可是一半以上都有IP的呀,所以只要类目有创新,内容够优质,游戏是否有IP版权不是那么重要,反过来一些游戏改影视剧失败也是一个道理,希望越来越多游戏界的大佬们想清楚这个问题, 因为所有大厂搞大文鱼都是游戏研发板块不多占点资源,资源就全被其他板块抢走的,大家可以自己查查,航项买下如意传具体花了多少个亿,航讯的自制剧有匪的明星片酬又是多少,关键这些东西对用户来说不好看,对平台来说也不咋挣钱,怀念没老板的王海玲只好对影视剧集行业发出感慨,十年时光,没有实现产业升级,1000亿没有产生优秀作品,反倒是消灭了观众,在影视上不拘再多,对游戏不会有啥明显价, 想想亚达利,用ET的IP都把自己搞破产了,崩溃了,迪圣尼1995年组建的游戏部门为什么后来才撤,近两年Netflix一直想做游戏,推进的为啥非常难,无论是影视还是游戏作品,国外都会提high protection value这个概念,虽然是翻译成高产值,但主要是指内容的质量,它跟你的作品的流水啊,团队规模关系不大,比如R型的作品就符合高产值,比如制屏发着高烧,也要亲自去谈判摆下来的supercell,可能就不能归到高产值游戏这一类, 原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初期甚至完全绕过了腾讯的营销发行体系,买量成本极底,玩家的消费大头也确实用在了游戏生态完善上,口碑的飞轮也能越转越猛,那么二次元类目游戏有什么特点呢? 为什么大厂难模仿呢?因为过去的大厂,从盛大巨人的传奇like游戏,再到腾讯的竞技游戏,都是play to win的模式,秘诀都是构建社交金字塔,强化其胜富裕,因为早期的网游制作者们发现,让人快乐不如让人痛苦,更能激起人的消费冲动。 游戏中针对玩家充值一般大致分为大厄中厄小厄非厄,传奇like游戏就是让大厄有极致的快乐,其他非厄小厄玩家进入游戏频道,生来就是被打败的。 而腾讯后来一系列的游戏呢,则是让对抗场景,让胜负的判定变得更加高频,更加竞技快乐,且跟现实社交有一定的打通,同时也注重小厄的体验,因为最早苹果APP Store要求完,内构设计最低价格只能是0.99美元,导致现在很多游戏手冲都是6元钱。 腾讯对小厄课金路线进行了新的优化设计,怕什么钱包很穷,充一块有一块的欢喜,不过这依旧改变不了,非厄和小厄后期是为大厄提供道具的本质,没有青铜存在的世界,黄金有什么意义呢? 但在二次元类目游戏中,Play to Win的模式以及恶性社交是被人比喻的,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什么是恶性社交呢?比如火影人的手游中摸头炒粉文化,我见的最离谱的说法是,这样可以激起玩家斗志。 任何一个PVP游戏内部形成的文化,其实都跟运营方有不小的关系,基因就是强调玩家对抗。 同学也知道,一直搞战术竞技类不是未来,游戏未来的增量是开放世界,沙盒是探索类游戏,是rogelike。 下一个周期里,这些品类会越来越主流,为什么?因为待机习惯。 00后,05后的文化不是那么的强调绝对的竞争。 他们的成长经历里,很多学校连成绩排名都不排,80后上学时不少班主任不仅成绩要排名,还要当全班面念出来。 现在的多数学生们学习都没兴趣去认可某套强调标准,更合胖玩个游戏,更多的是需要探索带来的别样体验,或者是游戏角色与游戏内好友带来的陪伴感。 这是新层次的情绪价值。 所以国内二次元游戏的特点便是强剧情众人物塑造,弱化了许多恶性社交的设计,像胡游人的手游早就被开出二次元提惯了。 未来什么是牛逼的游戏团队呢? 有对一款游戏的世界观持续补充能力的团队是厉害的团队。 这个能力的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叙事能力,合场搞PVP手游的70后领导们,其实也能看懂,但就是做不出来,发力都不知道往哪发。 而现在小学生看80后,就跟90后看60后一,这两年那种网上滑的短视频平台,有一些更低质的奇怪怪小游戏。 高龄用户确实会玩,但是那肯定不是未来,而且那也只是把号真空吸中的一个短暂现象。 这种小游戏很多根本没把号的,同学游戏这几年在年轻人中的口碑掉的是比较厉害的。 以至于完美世界的换塔的问题,也得企鹅抗压力。 未来游戏行业理简验作品的方式很简单,用户对一款游戏有没有爱,看什么,看有没有良好的二创生态。 这个二创生态是官方花钱组织做的,还是说大量玩家挡也挡不住自发做的。 这种现象虽然短期不足以影响到企鹅,但这个世界比你年龄小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少,不是吗? 另外,虽然我觉得腾讯作为一个游戏公司,一直说科技向善,官网也把ESG挂到比较醒悟的位置,还有什么碳中和实验室,还说想为前沿科技做贡献,但是我们要先想明白一个问题。 一家世界级的游戏公司究竟要不要为所在的整个游戏行业做些贡献呢?又做了哪些贡献呢?让游戏行业变好一些,出一两个好作品,真的需要花很多钱吗? 如果在游戏行业都做的有限,那又能在前沿科技上下多大功夫呢? 如果大家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一系列疑问,也请在这里给我个一键三连,也希望大量通过游戏行业实现财富自由的从业者,想一想这个问题。 从这个行业中获得了这么多,但究竟又为这个行业做了些什么? 论总收入,中国游戏早就问点世界第一了,但我们又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呢? 我们回到营收数据上来,去年腾讯本土市场游戏收入为1288亿,国际市场游戏收入达455亿,海外收入同比增长31%,这个还是非常亮眼。 但海外的增长主要是靠Supercell做了很多大活动回血,这家公司是当初刘志平发着高烧也要去现场妻子谈判买下来的公司。 而且Supercell从16年到20年营收是大幅下降,且一年比一年低的,这只是刚有一年恢复了一些,所以国际资本确实有不看好的理由。 但并不是腾讯一点增量都没有了,接下来的增量是和海外老牌3A大厂做端游转手游的合作,因为看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发现腾讯是前几年大力宣传科技向善的理念,最近两年又开始保守了一点,返回去说游戏向善了。 但更长久的生意肯定也不是把别人的IP改手游,还得是用游戏出海带动文化输出,这也许是更好拥抱监管的方式。 接下来再讲一下腾讯的广告业务,以及互联网广告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去年腾讯广告全年收入是886亿,四节广告全年收入也比腾讯多两三倍了,这个数据确实是不高的,而且四季度广告收入更是同比下降了13%。 这个收入是算上了去年下半年刚刚收购了的SOGO的广告业务的。 如果我们去看SOGO最后一次独立的财报可以发现,当时SOGO的广子收入竟然是能和B站广子收入差不多的,所以腾讯自己的广告下降的会更多一些。 去年四季度互联网公司广告营收前10名,如果看增速的话,腾讯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谁呢? 爱奇艺,没救了。 我们知道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尽头就是综合性的广告生态。 美国互联网巨头都主要靠广告,而且现在仍旧是年年爆炸增长。 去年谷歌第四季度仅一个季度广告游收就有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2.7%。 Facebook现在叫Meta Platforms,营收95%都是广告,四季度326亿美元。 所以分析腾讯广告业务之前,我们先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点。 看看国外互联网广告公司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做过信息流广告投放,或者SEO搜索引擎优化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国内投放金额不高的话,非字节系以外的基本都打水漂了。 但是像谷歌Facebook这种平台,明显精准的多,甚至比如你是搞矿山机械行业的,都能通过人家的广告投放获取一些精准真实的客户。 我想了好久这个问题,最近刚想明白一些,美国互联网平台都是要为大选服务的。 其实有着充足的动力去让互联网营销变得更准确。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很讲究网络传播的,实际呢,奥巴马在08年选举时,他的大数据分析团队就已经在搞精准的互联网竞选营销了。 比如谷歌直接投资的Civis Analytics这个团队,专门跟各个平台搞竞选大数据的。 团队里的数据科学家丹瓦格纳在奥巴马选举时就会协助着用选民们做AB test,数据库会实时了解选民的真实想法, 随后通过脸书,电邮,甚至是登门拜访的方式在与选民接触。 当时他们是还推出了一个APP动摇摇摆轴,多动员了足足500万人。 当时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数字营销活动对竞争对手们是降位打击,CNN也报道过, 他们团队每天晚上和互联网大平台协同,理论上一晚上可以模拟6.6万次选举。 Civis他们网站国内都可以看,还经常出现有的没的报告,大家感觉你可以去看就不多说了。 反正靠搞竞选卷出来的系统,跟靠搞商业卷出来的肯定不一样。 还有一个我长期关注的美国公司,就是Ben,比尔盖茨投资的公司。 但是比尔盖茨和这个公司都很低调,没有宣传。 我觉得这个公司探索的模式是未来。 他们搞了个什么商业模式呢? 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看一部新的国产剧,里面有个情节。 快递员给你家送菜来了,快递纸箱子往往是个广告植物点,赶紧展示一下京东的纸箱子。 但是未来同一个镜头,可能一部分观众看到的箱子是京东的,一部分看到的是顺丰的,还有一部分看到的是河马先生。 一会儿又来一个吃薯片的镜头,有的人看到主角在吃乐视,有的人看到的是在吃可比克。 这个模式就是靠后期特效,给一部电影,一部剧加一些软性植入,然后AI大数据再分类推动。 这个技术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管这个叫视觉整合,未来甚至更多公司可以拼团买一个镜头。 因为这个团队也洞察到,现在YouTube放贴片广告,观众选择跳过的越来越多了。 当然市场上也会质疑,这个东西肯定影响内容创作,但是Netflix已经和他们有深度合作了。 观众满屋,麻木不仁,这俩剧都有相应植入的广告。 不过这个模式还处在很初期,短期内,治不了爱油腾,只能说是一个前沿的信号吧。 看得懂的人,一定知道这个模式的潜力了。 那哪怕bin倒闭了,未来也会有新的公司来做这个模式。 因为未来的商业化一定是既能实现与流媒体内容的深度结合,又能个性分发出去。 这时我们再思考一下腾讯的光点通和朋友圈广告。 我觉得任何有一些广告行业经验或者市场流消知识的人都会觉得, 近五年腾讯广告也是没有太多的创新,也是落后的。 我们就说最近两年长三角猪三角的消费企业们, 营收在五个亿以下的公司,他们自有的投放团队, 负责上罚小视频平台的团队,人数一般是最多的。 其次是负责笔记平台的投放团队,负责公主号的看不到几个了。 广点通一直在升级,包括不停的重组。 他们内部为什么重组呢?因为这些业务基因就是个PC互联网时期的基因, 很难搞,本质是门户弹窗广告信息流的基因, 这可不用怀疑啊,互联网的各个时期我都经历过, 我从造子系统玩过来了,本质就这么个事。 腾讯微信之外的所有广告生态没什么用的, 2006年,小马哥把杨氏的刘胜义请来负责广告, 腾讯倒是又在行业内又做了一个巨大的创新, 就是当新浪搜狐都在捧一外搬着的时代, 腾讯是全行业第一个提出精准效果广告概念, 但是在今天,试问哪个老板还会把广点通放在第一位呢? 这就不多说了,讲讲微信生态吧, 前不久杭州柳赞财云, 一只工牌就堆了几大箱, 很多人分析,各种角度都有, 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微信内的网店模式增量到头了, 微信网店生态没怎么做起来, 这里补充一下, 我说的是微信里的网店生态, 不是私域的交易, 私域交易是另一回事, 等下两期我们讲到腾讯金融的时候再细讲, 这里也说两个重要的变化, 2021年是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使用时长, 首次超过及时通讯产品的一年, 也是自洁系APP用户时长超腾讯的一年, 是腾讯社交大本营真正被撼动的一年, 互联网创新本质就是个试错, 实际张一鸣在做投票前也爱赛码试错, 先整整做了12个APP来摸索中国用户的阅读喜好, 像直播电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新渠道, 也可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广告, 各种数据都可以算出来, 甚至说这两年还出现了一种商业模式, 就是无人直播, 靠挂无人直播间买一点流量, 然后直播卖货, 白嫖平台给新号送的流量包, 号费了就直接换新的, 一些直播间既没有自己的主播, 也没有自己的货, 但也能有不少收益, 但这本质上也是低质信息流广告, 但正常的直播间在购买体验上确实是升级了的, 肯定比朋友圈广告加起微信的链路强, 当然蜡烛也有渠道能了解到, 微信生态里累张小龙级别的高管, 要花大量时间思考通信技术深层次的问题, 但在通信基础设施上思考过多, 也就更容易把用户本身数据化, 就好比同样是看视频的你, 你在讹厂生态中就是一个流量, 是广点通中用来核算的一个基础单位, 但你在B站, B站会把你看成一个用户, 另外腾讯在短视频上输掉, 还有一个本质原因是, 它很难动员大量用户去做UGC内容, 比如这两年我一直想做短视频的朋友, 比如说在微信里拍了, 很多在斗块上拍, 还得用个新手机号来搞, 省得到时候算法到处给你推, 万一推全男友去了,故意射死, 所以哪怕再过两年, 国内多数人依旧很难在熟人社交网络关系的平台上录小视频, 这个也是腾讯在当下和未来一小段时间都只能疲于防守的原因, 疲于防守是因为腾讯的确有着朝不保夕的危机感, 近两年世界越来越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后, 利润才是持续提供安全感的关键, 去年腾讯依旧愿意出手投资测测测这种专门搞玄学直播间的平台, 按理想投资的本质是让自己的企业在未来的新模式中寻找新的生存边界与突破的机会, 我能理解世界级的企业当然需要靠投资谋片布局, 但我不知道投这种玄学项目除了现金流还能带来什么, 它甚至不可能是未来新上市军团中的一员, 企业利润不等于企业发展, 要素驱动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 不知道硬科技新基建的新东风能不能被提出科技向善使命愿景的腾讯借道,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的确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但能真正完成这次跃迁的又会是谁呢? 谁又能让我们相信创新也可以是我们最鲜明的民族秉赋呢? 我是大蜡烛, 一个爱分析公司的老二次元,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